互联中心扩大了邻里关怀居家护理试点计划 增派8个护理团队到租赁组屋 为年长者免费提供居家护理服务 预计到了2019年 有2800名年长者将受贿 记者蓝丽婷报道 蔡女士的丈夫30年前因中风 长期握柄在床 68岁的蔡女士每天必须帮她梳洗 做简单的物理治疗等 身心疲惫的她 一度想把丈夫送去疗养院 在邻里关怀居家护理计划的协助下 一星期五天 都有至少两名护理人员到访家里 为病患凉血压 血糖 冲凉或进行物理治疗 大大减轻了蔡女士的负担 这项试点计划 2014年开始在红帽桥和牛车水的 租赁组屋率先展开 由于反应良好 互联中心将计划扩展到 雾洛 红山井 牙龙巴鲁 麦波申等地点 而流动护理团队会在租赁组屋底层的 勒林活动中心待命 护理团队会根据不同年长者所需 提供膳食派送 陪诊及护送或居家个人照料等服务 新传媒新闻记者蓝力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记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致散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